指揮中心在台北车站开设莫德纳疫苗接种站 开打5天来累计突破了8000人完成接种 就遭到质疑了先前日约状况不佳 这次就是为了要消化极其疫苗突发奇想 早知道这个动作应该要再快一点祭出奖励措施 打气之前就不会这么冷了 对此指揮中心就坦言了 莫德纳疫苗因为之前的打气不佳 所以才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请大家踊跃接种 人潮满到看不到镜头 即使已经第五天台北车站的疫苗接种站 人潮依旧不减 一个车快一个车车 零桶会差 两个半小时 对第一季 指揮中心从5号开始要加快消化快到期的疫苗 无论是本国或是外籍随到随打 还加送100元商品礼券 虽然成功催促打气 但敢在集齐进入倒数日才大放送 指揮中心IP动作太慢 老板亲看在眼里 不会想到你是不是推销过期货吗 就先前就是莫德纳的部分 因为打气不佳 所以预约的部分 莫德纳的部分大概都不到一成 甚至大概只有一成多 宣导的方式来让民众来踊跃的接种 那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 指揮中心坦言先前打气不佳 现在就怕浪费 但由于元旦起多项行业工作人员 都被建议要完整接种疫苗 也被视为是指挥中心 为消化及其疫苗的新政策 第一波公布的24类的这些人员 它都是从三级到二级 其实这些业别都有一些指引 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是根据先前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我们会决定在元旦这边再来实施 否认元旦新智是匆忙上路 疫情变化疫苗多寡及民众打气 都让指挥中心政策必须随时滚动式检讨 几周复兰里头和照顿台北上的报道